从没见过胆子这么大的劫匪 在国际审判法庭上 黑老大麦坤当被判了死刑 没想到下一秒天花板发生爆炸 掉下一个包裹 警察上前查看 不料当场被女律师干掉 而神父则淡定地掏出步枪 开始对法庭疯狂扫射 麦坤开心坏了 看来是就自己的人到了 场面很快已经被控制 女律师立刻跟神父抱在一起热闻 麦坤有些不耐烦 让他们赶紧放了自己 但神父却让他闭嘴 声称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麦坤立刻心虚 想起自己曾侵犯过女律师 神父两人说要送给他礼物 没想到竟然是两颗手眉 黑老大当场丧命 神父则趁着烟雾带人撤离 起料出门时恰好撞到赶来支援的特警 神父的手枪掉落 特警队长东谷立刻反应过来 双方随即展开交换 特警来不及反应 纷纷中枪倒地 法院外的刑警收到消息 立刻开始疏散群众 不料一辆车门打开 男人架起机枪疯狂扫射 刑警死伤惨重 这正是麦坤的儿子扎坤所安排 然而当他听说自己老爹已经死了 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 我不其然 神父早就在他的车上安装炸弹 扎坤气急败坏 却也只能暂时离开 与此同时 女律师假装群众 躲在东谷的身后 趁机就是一刀 东谷忍痛将他击倒 却引来更多匪徒向他射击 他边打边退 顺利解决其他匪徒 然而神父和女律师却挟持了队友阿文 东谷只能放下武器 提出交换人质 他慢慢卸下所有装备 却在手里藏了一枚闪光弹 神父自信满满 准备上前搜身 其料闪光弹突然爆炸 女律师开枪不慎击中神父 导致他当场死亡 东谷则双目冲血倒地不起 很快警察的增援赶到 女律师被当场逮捕 但他从此就恨上了东谷 经过调查得知 女律师名叫西娜 从小被培养成杀手 他唯一信任的只有神父 东谷因为闪光弹的缘故 导致他双目彻底失明 只能生活在黑暗中 上司为了避免麻烦 让东谷承担了一切责任 他部下的家人不理解 纷纷围攻东谷 上司为了平息名分 只好将东谷开除警队 一时间东谷的人生陷入绝望 但他很快发现 由于双目失明 东谷的听觉和嗅觉变得异常灵敏 走在马路上 会被汽车的鸣笛刺激情绪 也能听到隔壁房间齿轮转动的声音 东谷冲入隔壁房间 原来是队友阿文在暗中监听 东谷彻底愤怒了 即便阿文解释监听是为了保护他 东谷依旧不依不饶 直到他听到女儿小雅的小提琴声 这才安稳下情绪 从此以后 琴声就成了东谷的最爱 在一次体检过程中 东谷发现自己能凭借弹力求的声波 判断出周围的人数和位置 于是小雅借助这一点 开始帮助东谷锻炼 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下 东谷的身体能力很快恢复 甚至更胜从前 这天小雅准备跟团到国外参加比赛 东谷则负责陪同 然而当她坐到观众席时 却听出来台上的演奏者没有小雅 东谷察觉出一丝异常 来到后台寻找却一无所获 此时小雅打来电话求救 东谷立刻冲到地下停车场 然而来晚一步 小雅已经被人绑架 东谷立刻报警 警察很快在桥下发现了一具女士 并且还被恶意毁容 东谷被带到现场辨认 然而她发现一场 小雅练了十年小提琴 左手上都是老简 但这具尸体上没有 可警长为了尽快破案 根据尸体边上的证件 直接断定这就是小雅 东谷情绪激动 居然把警长打翻 还因此进了警察局 起料这件事传进了监狱 恰好被狱中吸纳看到 她当即同意了转狱 很快警车带着她开始转移 而闸昆的人马早就等着这天 很快将警车包围 并且一枚炸弹将其炸翻 随后对警车疯狂扫射 正当他们换子弹时 希娜从车里冲出 转眼就将几人干掉 她看着旁边身受重伤的女警 立刻就有了新的计划 与此同时 警长调取了东谷的资料 发现她曾是特警队队长 念在是同行的份上 决定将其无罪释放 不过需要立即遣返回国 然而就在前往机场的车上 东谷突然动手 将警长打晕 随后掏枪威胁司机带她离开 希娜她假冒了女警的身份 希娜告诉东谷 这座城市有一伙犯罪集团 首脑叫做扎坤 小雅很有可能被他们带走 他们最喜欢绑架妙龄少女 然后把无名尸体毁容假扮成受害者 再把那些少女高价卖出 至于警局很多人都被收买 所以扎坤在此地作威作福 小雅还谎称自己老公 就是因为调查此事 而被扎坤所杀 于是希娜提出跟东谷合作 东谷为了救回小雅 只好答应了希娜 不入虎学燕得胡子 那就是假装成卖家 在希娜的帮助下 东谷在车顶放上饮料 顺利通过了街头暗号 东谷来到买卖人口的据点 希娜率先被带入其中 而门口的老太却要给东谷算命 说她注定会孤独终老 此时老太也察觉不对 直接掏出散弹枪 幸好东谷早有准备 不仅躲过子弹 还顺势将老太击倒 她悄悄往密道侦查 却被人突然袭击 等东谷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被吊了起来 眼前的女人名叫龙王 是扎坤手下专门负责人口买卖的 希娜也已经落入敌手 而东谷脖子上的锁链 恰好跟希娜的相连 东谷只要向前 希娜就会坠入玻璃缸 龙王十分得意 她给了东谷一个选择 那就是干掉希娜 自己会让她去救女儿小雅 东谷随即后退 龙王刚露出笑容 她就停了下来 龙王有些不耐烦 准备干掉她 其料东谷凭借听力躲开子弹 龙王气急败坏 立马让手下一拥而上 东谷只能被动挨打 希娜也被抛在水中不得动弹 幸好东谷抓住十几反击 并趁机将玻璃缸敲碎 希娜成功脱困 随即展开反击 在两人的脸手下 龙王的手下根本不是对手 希娜开始追杀龙王 最终成功将其带回 东谷则抄起碎玻璃逼问她 小雅到底在什么地方 然而龙王压根不知道 毕竟那么多女孩 她不可能都认识 不过她还是供出了 买卖的运输 此时警长突然来袭 希娜见状一脚踢出 帮东谷干掉了龙王 希娜带着东谷来到女警家中 随后故意发出各种声响 试图干扰东谷的听力 不过东谷还是察觉出异样 房间内明显有一股腐蚀的味道 但她并未声张 此时警长突然敲门送花 原来她一直在追求女警 为了不暴露身份 希娜一刀刺穿了警长手掌 此时一群匪徒突然杀到 他们把警长当成了自己人 静止冲入屋内 幸好希娜提前准备了陷阱 用女警的尸体吸引匪徒注意力 随后剪开天然气管道 直接引爆了房间 两人正准备离开 其料迎面而来又一伙匪徒 领头的正是金刚 两人匆忙躲进楼梯间 东谷负责对付金刚 希娜则应对其余喽啰 东谷先是打掉武器 两人随即展开肉搏 金刚人高马大 论起力量东谷根本不是对手 况且她的眼睛还看不见 金刚利用这一点 不断利用噪音吸引东谷的注意 自己则趁机偷袭 更是一招双风惯 让东谷的听力大大受损 金刚十分得意 看来这特警队长不过如此 东谷集中生智 把一瓶香水打翻在金刚身上 利用嗅觉判断位置 果不其然 金刚一时间落入下风 不过很快就搬回颓势 东谷趁机绑好绳索 随后一个滑月离开房间 金刚正想去收拾希娜 起料东谷竟然又回来了 东谷立刻上前 在对战时将绳索捆在金刚搏梗 随着电梯上行 金刚被瞬间拖拽 随后失去意识 两人在金刚的带领下 来到扎坤关押人口的地方 希娜打开牢笼 放出所有女生 出人意料的是 东谷的女儿小雅竟然不在这里 她立刻逼问金刚 金刚只能说出实情 小雅此时恐怕在扎坤那里 东谷逼问她扎坤的秘密基地 但金刚不敢开口 只因她的家人都在扎坤手里 希娜把刀递给东谷 教她如何审问犯人 东谷听着金刚的惨叫 也终于反应过来 随后持刀架在希娜脖子上 希娜此时开怀大笑 她终于向东谷坦白 自己就是当初的女律师 她之所以帮助东谷 不过是为了复仇而已 当初希娜被父亲卖给军阀 所以她从小就被培养成杀手 后来又落入麦昆父子手中 不仅受尽屈辱 还成了他们的杀人工具 直到她遇见神父并跟她相爱 两人才下定决心反抗 好不容易干掉了麦昆 谁知新生活还没开始 就被东谷无情打破 所以不论是扎坤还是东谷 都是她的仇人 此时阿文突然冲入房间 她劝说东谷放下武器 警察会很快赶到 希娜为了逼迫东谷就反 竟然一刀干掉金刚 现在知道扎坤据点的 只剩下希娜一人 就看东谷如何选择 东谷犹豫片刻 一刀刺进了阿文身体 她同意跟希娜合作 希娜找到军火商买武器 然而下一秒就直接将其干掉 他们就这样得到一车武器 此时在扎坤的别墅内 她正要直播拍卖小雅 谁知一辆卡车驶入院内 手下开始对着卡车射击 起了下一秒车门打开 希娜架起机枪疯狂扫射 这些手下根本不是对手 随着希娜的攻击 别墅顿时陷入黑暗 东谷则趁机将弹力球扔给小雅 在夜色中 东谷宛如幽灵杀手 凭借弹力球判断位置 轻松干掉多名手下 并悄悄在书架安装手雷 炸得他们人仰马翻 希娜此时也杀进别墅 眼看情况危急 扎坤带着小雅逃走 她自知根本逃不掉 索性在小雅身上安装炸弹 就在她要把心脏检测器刺入身体时 希娜终于杀到 连续几枪将其干掉 欺负过她的人 都被她干掉了 现在仇人只剩东谷一个 等她来到屋内 希娜已经把小雅倒掉在房顶 只要她一松手 小雅必死无疑 希娜就是要让东谷也尝尝 失去亲人的滋味 希娜手持铁链 只给她三秒钟的时间 就看东谷如何选择 幸好东谷早有准备 居然再次扔出闪光弹 趁希娜闭眼的瞬间 东谷迅速开枪 小雅则扔出弹力球 让东谷判断好位置 随后稳稳拉住铁链 将小雅放了下来 妇女两人相拥而弃 然而东谷突然听到响声 这才发现了小雅身上的炸弹 此时希娜突然开口 原来她把心脏检测器 刺入自己的体内 只要希娜的心脏停止跳动 炸弹就会爆炸 东谷陷入两难的境地 而阿文此时居然出现 原来当初东谷只是作戏 在阿文和小雅的帮助下 东谷成功拆除了炸弹 很快警察赶到现场 东谷被捕入狱 她虽然杀了多人 却因这次的立功行为而减刑 阿文和小雅时常来看望 这也许就是最好的结局了